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屏東女中的姊欣萍 她是屏東女中的林軒蓉 她是屏東高中的許家昌 我們是品心兒倫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最美的公事 在2004年的時候 日本的平均壽命約為80歲 小穿揚子將一個人80年的人生 濃縮成博士80分鐘的記憶 現在將由我們以8分鐘的時間 帶領大家走進博士熱愛的算式中 這就是博士熱愛的算式 也是我們認為最美的公事 歐拉恆等式 它是由1、π、I、E跟0 五個最重要的數所組成的 接下來我們將依次為大家介紹這五個要素 首先我要介紹的是有理數的部分 我要介紹第一個有理數是1 1是自然數中的第一個數 也是許多數列中的第一個數 像是卡布列特數列 另外在時間裡也有起點的意思 像是元旦工人一年、七月一年 另外A乘下1也會等於A 那麼0呢? 0又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0在數學上是為了空母禮物而被創造出來的符號 正因為有了0 我們可以區分38跟308 而當我們將它放在分母位置的時候 它又會讓一切變得無意義 那麼我們看看下面的式子 先給第一個認譯數A A乘上0會等於0 但是A加上0又會等於A 在上面的式子裡 0強制的將A轉變成0 這時候的它非常的霸道 但是在下面的式子中 0卻沒有對A造成任何的影響 這時候的它變得非常的溫順 這麼看來0在不同的情況下 會有不一樣的影響力 0和1對我們來說是兩個簡單的數字 但是可別小看它 電腦正是因為有了它們 才讓世界有了前進的動力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無理書的部分 我們要介紹第一個無理書是Pi 它是圓周率 它由圓周長處於指鏡所得 那我們怎麼知道圓周長的呢 它是由外切正N邊形與內接正N邊形所比計而成的 我們還發現當N月大時 多邊形的周長越接近遠的周長 當我們再將多邊形的周長處於指鏡 就會形成3.1159的6000點 那我們下一個要介紹無理書是E E是歐拉數自然對數LNX的底數 它是由負離核的公式所形成的 當R也就是利率等於1時 它會變成1加N分之1的N時 當N趨近無限大時 它就會變成這個公式 那數學家叫它D為1 它的基式值是2.728... 我們也試著用ECL求過這個值 我們發現當N月大時 它的值的確越來越接近2.728... 好,我們現在介紹的是虛數 也就是I I等於更好-1 它有兩個很特別的性值 在第一個性值 I的一次方等於I I的平方等於-1 I的三次方等於-I I的四次方等於-1 I的四次方等於-1 它會造成張哲的順序一直循環下去 它將這四個數字加起來之後 它會等於0 那它第二個性值是 它不能比大小 有沒有增幅之分 那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就來談談 好,我們先假設虛數有增幅之分 我們可以利用3A去列出這三種情況 在第一種情況 我們將它同乘以I 因為I是負數 所以I平方會大於0 那I平方是負1 所以變成負1大於0 這樣子矛盾 在第二種情況 我們將它同乘以I 變成I平方等於0 就變成負1等於0 這樣也矛盾了 那因為我們假設三種情況都錯誤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虛數沒有增幅之分 好,那為什麼虛數不能比大小呢 我們用上述方法列出這三種情況 我們加上一項會分別得到 I大於0 I的巧於0 和I等於0 那這樣子的結果 和我們上一頁所證明的 虛數沒有增幅之分 一樣矛盾 這我們可以說明 虛數不能比大小 那為什麼我們一開始說 歐浪很冷之很美呢 歐浪數1 他人的軸體派 是無理數 是無間不循環的小數 就像夜空中反多的情形一樣 那I是虛數 又好比說宇宙中的暗物質 1 就像是宇宙中的起點 那將這三個東西組 組合在一起之後 就會形成一個完美的運作 博士80分鐘的記憶有限 人80年的一生也有限 但是數學卻是永恆的 在人類一個又一個 80年生命的堆疊之下 數學的發展不斷地向前邁進 我們可以期待 在下一個80年 會有更美的發現得著我們 這是我們的參考資料 謝謝靈欽 非常謝謝靈欽的 非常精彩的來位 謝謝 謝謝三位同學 你們介紹歐拉公司 你們有兩個五里數 一個是派 派是原勾率 三個很重要 另外一個是E E有什麼重要 請問一下 他在負利的公司中 就可以 因為我們在不同的 的時候會發現不同的字 可是 我們會發現 當音樂大使插耳機就接近2.7、2.8 所以我說過了 當他在微積分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1的X四次方 不管微分幾是他的ONE 但是在以後的微分 可以起到很大的原因 另外他在工程數學上也有一個應用 像是路密斯供門 他也是利用1的工程數學上的應用 而做出來的供門 這樣看來他與我們的生活中也是蠻貼機的 好 謝謝 那像這本書 他建一個只有80分鐘記憶的博士 來引進一些數學 那這個作者他為什麼要安排一個小孩子 跟他對話 就角色他為什麼要這樣挑選 你們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我認為應該是 因為對小孩子來說 比較沒有受過外界事物的影響 媒體的接觸 所以他會以比較單純的心態來看待數學 或是其他事物 另外 博士也有說到 根號是最有包容性的符號 或許小孩子的單純可以包容一切事物 就像是 根號 就像是我們在小時候 總會與同學比 看誰可以數到最多遊禮數 像是 如果我可以數到100 結果他只有數到50 我認識我給他離開 謝謝 裡面哪些除了剛剛這個公司之外 你們主要介紹這個公司 你可不可以說 說一下 還比較有意思的數學 除了你這個歐拉公司 像是我在高中數學中 有一個等比比數 然後就像 他有一個數學上面的例子 就是 有一個大臣 因為做事很棒 然後國王就會問他 想要什麼獎勵 然後他就跟大臣說 他就跟國王說 我要在一個棋盤上面 這個是這個域長的故事嗎 不是 我說這個域長 請 介紹這個域長公司 還有什麼有趣的數學 覺得有趣的地方是 博士看 要有用心可以看 世界的角度 就是 在博士跟管家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他問他的是 他的鞋子穿幾號的 然後管家回答的是24 可是讓我覺得很意外的是 博士他 博士他聽到這個數字的回答 他是四個階層 就是當我有了第一種看事情的角度 好 謝謝 謝謝 非常謝謝提心而論的回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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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